好 主播目前 開明台風的強勁風雨 開始發威了 從它的風風圈 從宜蘭開始往基隆 新北市移動之後 目前我們所在的地方 是在基隆的八斗子海邊 可以看到整個風浪 都是非常的大 而且浪高已經超過5米高了 在長浪的一波一波 先過來的一個狀況下 其實整個在這邊的風勢 雨勢都是非常明顯的 但是在這個八斗子 為什麼今天來說很重要 就是因為 其實在先前六月份的時候 曾經在這個北寧路跟平浪橋頭 發生了山崩的意外 打到了人車 整個土石滑落 目前工程車輛全部都已經進駐了 現場也擺了沙包跟扭折性護欄 還有大型的水泥磚塊 就是很怕整個山坡地 會再有鬆動滑落的一個情況 因此今天晚上七點開始 這邊就會來進行預防性的風路 要提醒民眾不要再經過這邊 因為整個地質還是比較脆弱的 而且整個基隆的台二線上 道路上都有可能會有山坡地 容易致災的可能性 而另外從這個海浪的部分 可以看到其實 整個防災中心也提醒了 其實有幾個地方要特別留意的 包含了基隆的四個行山區 有七獨 暖暖 中正跟中山 都是容易因為山坡地 而發生災情的地方 那另外 低洼地區積淹水的部分 有基隆的這個中山區跟仁愛區 要來特別留意 可能會有出現 積淹水 低洼地區要來防範 大雨所導致的災情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